大家好,这里是星光大赏,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随着港影圈逐渐没落,众多港星纷纷转变发展路线, 其中一些人安加内地成为各大平台团宠, 还有一些组团北上捞金,频频参加各类演艺资源。 也有一些人选择坚守本土,尽管年事已高,依旧拼命干事业。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一些港星的近况。 1.顾佳辉 2023年1月4日上午,香港演艺圈传来噩耗, 著名作曲家、音乐人顾佳辉因病辞世,享受92岁,令人痛心不已。 从曾志华发文悼念,昨天开始,两位天才老友在天堂相聚了来看, 顾佳辉于3日不幸离世,即刚过完92岁生日两天, 因正值特殊时期,至丧委员会及丧礼的安排尚未对外公布。 稍晚时分,音乐人麦振宏,一时在社交网部舍悼念, 发文称,致敬我亲爱的伟人顾老师, 祝愿你在那方继续逍遥快活,我会永远永远怀念你。 值得一提的是,顾佳辉音乐知己黄瞻先生, 已于2004年11月先世,至此世间再无辉煌二胜, 标志着一个时代随之落幕,老友相聚于天堂。 对于取胜顾佳辉或许年轻一点的观众并不熟识, 但他曾是香港乐坛投名教父,对港乐做出巨大贡献, 与许冠杰开创了乐与流行乐先河。 顾佳辉一生创作超过1200首作品, 其中有众多筷制人口金曲传唱至今, 像是铁血丹心,狮子山下,上海滩等都出自其手。 长颜道世上最幸福的事, 莫过于在最风华正茂的岁月结舌了知己, 况且对方还是一位洒脱不羁的大才子, 那更是三生有幸的运气。 在辉煌二胜创作生涯巅峰期, 两位音乐大师几乎垄断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港乐, 成为无数人的最美好的回忆, 有人将顾佳辉与黄瞻的珠连闭合, 称作为笑傲江湖里的屈阳和刘正峰, 欲取肝肠寸断,轻于此去,莫流连。 二、江大卫 2023年1月2日, 老矽谷江大卫罕见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全家福, 并配文称, 新年全球健康快乐。 曝光的照片中, 江大卫一家齐聚一堂过新年, 除了夫妻俩还包括女儿女婿, 外孙儿子准儿媳, 众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画面很是温馨有爱。 从背景来看, 一家人身处的地方应该是江大卫的豪宅。 江大卫夫妇坐在C位上, 凸显他们一家执主的地位。 75岁的江大卫, 头发花白, 发际线厚移, 略显老态, 但仍儒雅出众, 笑起来很是亲切。 难怪多年来深受观众朋友们的欢迎, 演出邀约不断。 一旁的妻子李玲玲穿着灰色外套, 脖子上戴了围巾点缀, 再配上标志性的眼镜, 打扮很是优雅大方。 江大卫夫妇一共育有两女一子, 二女儿已经移居国外, 多年来鲜少公开亮相。 大女儿江依兰则嫁给了TVB男星曹永莲。 曹永莲之前回内地工作, 很少参加家庭聚会, 久违现身的她穿着灰色外套, 配上保养得意的容貌。 58岁仍似小伙子一般。 站在她旁边染着金色头发的女士, 便是江依兰。 江依兰的气质很是文婉, 私下应该是一个贤缺良母。 曹永莲与江依兰一对子女也出镜了, 俩宝贝长得很像外公江大卫, 十分呆猛可爱。 站在后排身材高大的小伙子, 便是江大卫儿子江卓文。 她像极了江大卫年轻的时候, 尤其是眉眼, 简直一模一样。 穿白色衣服的年轻女孩, 便是江卓文女友CC。 她的颜值相当高, 很是抢镜。 3.梁洛诗 2023年1月3日, 34岁女星梁洛诗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分享了一组参加活动的照片。 梁洛诗付出娱乐圈后, 工作量并不大。 过去一年, 她只拍摄了林超贤导演的爆裂点。 拍完这部戏后, 她就没有接新戏了, 或者身居简出的生活十分低调。 幸福多年的她, 最近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参加了一场美术展览。 该展览还有大师讲座, 只见她穿着深色尼姑服出镜, 衣头长发随意扎起, 没有化妆, 以素颜示人, 打扮朴素, 但难掩气质。 一下子就发现了人群中的她。 梁洛诗与大家一起拍摄大合照, 她跪在地上, 笑容灿烂, 一点明星架子都没有。 4.林伟亮 2023年1月3日, 女星梁洛诗分享了一组参加活动的照片, 仔细观察站在合照C位, 身材高大的男子正是吸引多年的林伟亮。 罕见露面的她穿着僧袍踢了光头, 样子很是慈眉善目, 跟当年做演员时的气质完全不一样。 提起林伟亮的名字, 80、90后的网友应该不陌生。 那些年她拍摄过很多影视剧, 年轻时长相俊朗不凡的她, 凭借着不俗的外形被发掘成为演员。 先后参演了《九七战无不胜》, 《九七加油喜事》, 《我要做model》等作品。 只是娱乐圈竞争太激烈了, 她始终红不起来, 比较火的角色应该只有恐龙哥。 林伟亮更为人熟知的是, 她是周海妹前男友, 她当时身兼游泳教练的工作, 周海妹找她学游泳, 一来二去之下两人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 可惜两人没能修成正果, 分手多年她们一直没有再公开谈及对方。 事业与爱情均不顺利的林伟亮 十三年前突然看破红尘, 剃度维僧, 法号严伟。 这些年她在慈山寺修行, 她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 不仅经常开讲座, 还频繁出现在艺人聚会中, 不少明星还会亲自到寺庙探访她, 跟她探讨人生。 5. 叶丽怡 2023年1月3日, 据港媒报道, 74岁殖民歌手叶丽怡罕见接受转访, 大方分享了自己的近况。 曝光的近照中, 叶丽怡穿着浅色外套现身, 满头白发十分抢镜, 她说受不可抗力影响, 之前不能去发廊染发。 后来她和老公都觉得白发蛮好看, 尤其是上台时会随着灯光变色, 于是她一直留着。 叶丽怡透露这次回来, 她将参与微电影拍摄, 还会带来新歌《记忆力有爱》。 微电影和新歌都是用来鼓励大家的, 毕竟人生有不少逆境。 她说自己患过癌症, 得过抑郁, 丈夫曾大病一场, 孙子曾患上脑瘤, 12岁仍不会说话要坐轮椅, 这些都是不开心的事情, 但她会从正面看。 叶丽怡认为, 人生中不快的记忆不需要洗掉, 她宁愿保留作为鼓励, 她就特别喜欢跟别人分享自己如何走出患病阴霾。 之后, 她谈到了自己抗癌抗抑郁的心得。 刚发现患癌时, 她很不开心, 还跟老公交代身后事, 老公只能不断开解她, 所幸她很快想开, 她应该花时间保持身体健康, 令癌症不要复发, 而不是想什么时候死。 好不容易抗癌成功, 叶丽怡又发现自己患了抑郁症, 一开始很辛苦, 除了安慰自己, 她一直很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 吃抗抑郁药。 然而在吃了一段时间后, 她觉得好像无法控制自己, 于是改吃中药条理, 加上适当的运动, 还有少吃多餐, 保持血糖平衡, 她的情绪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6.马国明 2023年1月3日, 据港媒报道, 黄欣颖现任男友尼蒙出席活动, 她被记者追问关于马国明、 汤洛文订婚一事。 原名黎万红的尼蒙, 是乐队Rubber Band的鼓手。 乐队举办了一场音乐会, 音乐会结束后, 乐队成员们接受了采访, 记者忍不住追问尼蒙, 为何不见女友黄欣颖到场支持, 她不愿正面回应, 只表示很多朋友捧场。 问道, 黄欣颖前男友马国明即将结婚, 尼蒙直言, 每天都有人结婚, 我没空回应。 看得出来, 她对于记者的提问显得有点尴尬。 现年48岁的马国明, 入行多年, 谈过多段恋情。 跟汤洛文在一起前, 她先后跟胡定欣, 黄欣颖交往过, 可惜没能修成正果, 更惨遭黄欣颖背叛。 单身了一段时间后, 她恋上了美丽动人, 性格讨喜的汤洛文。 两人在2020年6月公开恋情, 马国明与汤洛文感情升为得很快, 外界也希望他们能早日结婚, 于是不断催婚。 在传了很多次婚讯后, 2023年的第一天, 两人正式公开婚讯。 马国明晒出大钻戒, 宣布求婚成功。 女友汤洛文随后证实两人订婚了。 这对有情人要结婚的消息传开后, 大家都很替他们开心, 纷纷留言祝福。 连胡定欣也去留言恭喜马国明, 表现相当大方。 至于黄欣颖, 一直没有回应, 也没有公开露面。 难怪记者会跑来问她的现任男友。 7.刘鸾雄 2023年1月3日, 据港媒报道, 71岁刘鸾雄开记者会, 罕见提到了围绕她的几个娱乐圈传闻。 曝光的现场照中, 刘鸾雄穿着深色衣服出镜, 打扮简单。 虽然她看起来比之前精神状态好, 但其实, 换肾手术后, 她一直没有彻底恢复, 需要长期服药。 她自报是高危人士, 这些年一直要吃抗牌吃药。 那天跟吕立军见面, 她之所以大骂路人, 是因为对方挡路, 她要是被绊倒, 很容易摔伤。 现在是特殊时期, 她要是碰到别人中招了, 那就九死一生。 她强调自己不怕死, 但最小的女儿才四岁, 她希望再活几年, 看着孩子们长大。 刘鸾雄这次开记者会, 主要是澄清跟吕立军没有复合, 并指对方找她见面是有事相求。 她念及一对子女考虑二分钟后答应。 2006年, 李嘉欣36岁生日的时候, 有传刘鸾雄包下香港所有报纸祝福她生日快乐, 并特意署名The One。 关于这个传闻, 刘鸾雄回应, The One大楼跟李嘉欣无关, 名字是大儿子刘鸣为改的, 当时有人交稿给她的秘书, 她便照做, 是有人借秘书骗她。 记者问商场名字含义, 是不是一生中最爱。 刘鸾雄对此很不屑, 并说道, 结果成功了, 我很替她开心, 不是那么容易找。 问到商场以后是否会改名, 她坚决地说, 不会改。 谈到曾经传过绯闻的一众女明星, 她的态度更加不屑, 她嘲讽娱乐圈鬼与魔最多, 说那些绯闻女友没人值得称赞, 而且还用了两个绝对。 另外, 刘鸾雄还提到了乒乓球传闻, 她说自己憋了很久, 什么春卷, 乒乓球, 网球, 还有吸附别人倒哭, 立马扔支票到对方脸上, 这些全部都是造谣。 那些人不爽她赚到钱, 多女朋友, 便诋毁她, 她不会做如此违背道德的事情。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 再评论区告诉我你还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再会咯。 请不吝点赞,